说起全球第一军事大国美国,尽管拥有世界最强的军队,最先进的武器,但是仍然有让其非常顾忌的对手。 那就是另一军事大国俄罗斯,据美国专家表示,看了俄罗斯红场阅兵一事时候,美最大的对手仍是俄罗斯,切实无法战胜的对手,可见,俄罗斯武器装备的震慑力十足,众所周知,俄罗斯每年的军费开支并不算多,相比美国更是不及其十分之一,那是怎么保证装备的,随时升级和强大的战略力量呢?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普京在索西公开的信息显示,2018年俄罗斯的武器采购计划十分详细,将会采购更新式的苏35S,米35M和苏30SM战斗机,卡52直升机,同时也会推进改进苏57战机,图160平方米,和图22M3M轰炸机的相关项目,战机采购总数量超过160架。 关于陆军部队的采购,包括株战坦克、防空导弹、远程火炮和装甲车等,将会达到上千台的采购量,其中最新研发的武器型号,将占一半以上的比例。 海军装备的采购,则是着重四大舰队,新列装先进的潜艇和护卫舰,都是装备独大火力的攻击性武器。 此外,俄罗斯着重采购的另一方面,就是核武库的升级。 目前的白洋导弹,将会替换为约20套亚尔斯洲际导弹系统,955A型战略和潜艇的规模,也会进一步完成改造扩大。 目前俄政府已经计划开始20B洲际导弹的拆解工作,20V导弹会改装为运载火箭,据推测是在未将来的萨尔马特重型导弹,做服役前的铺垫工作,俄罗斯军费开始不算高,但对于重要军备升级的必要工作并不手软,一如他们撒脱利罗的作风,面对对手迎面直上,强硬且坚决。